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 Blukit 来做游戏 用Blukit 最简单的方法 是从 Chrysalis里面去找 那我们要做一个 Booklet的时候我们按这个铅笔 按这个 Create 那他就会问说 你要做的是什么游戏 比方说我想做一个Word Riddle 那通常都是要把它 作为这个 公用的 就是免费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Word Riddle的 最前面呢 先把它放一张图案 那比方说我是随便 抓了一些图案放这边 好 Create Set 按这个就可以开始Create Set 那 比方说你要是从 你的Chrysalis里面去找 好 你就可以去找 Crysalis里面 有没有什么Word Riddle 好 像我这边呢 已经找好了 找好了 好 这是我的中文名语 好 好 那我的原来打好的原来是在这里 好 好 那我们要去做Blocked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这个 按这个Export Copy Text 把它Copy过来 然后 下面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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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te 好 就好了 好 你看 这样是不是很快 这样马上就好了 好 好 C 那你还可以为这些加图案 比方说我要找一个查的图案 那我们可以用T 按错了哈 按T 按T Image 我通常都会找一个Vector 然后是Free的Image 比方说 假如是 比方这个好不好 好 像前这个比较好看 截图 我把截好的图都会放在存档 那比方说这个我要找的 我要的是截图 截图是要弄一个查页的 save 好 那多 我要来加一些人的 很多人 天 添 天 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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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方说这样子 假如我 比方说我这边图案全部都弄好了 你就按Save Set 那找好了 按好了以后呢 你要玩的时候呢 要给学生单独在家里玩的话 你就按Solo 这是单独在家里玩的 他们就可以自己选一个游戏玩 比方说我听说 这些有不同的游戏就会出现 假如你要全班一起玩的 你就按这个 那就可以选一个 我们班上最喜欢的是这个 我们班上最喜欢的是这个Gold Quest 好 这样子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